我們今天要來開箱我買的巧克力 最近的巧克力控不是我嗎 怎麼會變成是你呢 不是巧克力控呢 最近是老爸沒錯 可是呢其實我是一個很不喜歡吃甜食的人 基本上我不吃甜食 你不太有機會看得到我吃甜食 我唯一會吃的甜食 就只有巧克力 因為巧克力其實有分很多 有包有餡的 有黑巧克力有牛奶巧克力 各式各樣的巧克力 我們今天要來打開我買的所有的巧克力 而且我買了很多我沒吃過的 對而且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就是土洋大對決 土洋大對決喔 羊肉爐那種嗎 不是羊肉爐那種啦 就是本土的 我知道了 他意思是說 比如說台灣比較有名的品牌的巧克力 然後我們也買了一些國外的巧克力 看看他們的差別 而且這些台灣的巧克力 很多都是我們兒時的回憶 當我想到說 我要吃什麼什麼樣的巧克力 第一個從腦袋裡冒出來那個品牌 我都有買 今天我們就來開箱 好 我來開箱 我來拿刀片 哇 這個是從佳樂福線上購物買的喔 非常的方便 雖然佳樂福離我們家非常的近 可是呢 再近的距離也沒有網購方便 我們家現在應該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網購 我真的有一種就是佳樂福就開在我家樓下的感覺 你知道嗎 而且我跟大家講喔 我那天訂了之後 隔天他就到了 而且他現在還有提供一些會員的優惠 如果你是新會員 他就會送你三百塊 買一千就可以折一百 滿八百就能送 而且現在佳樂福的包裝都沒有說真的很大耶 小小的也送 而且價格又便宜 而且滿八百就送了 所以你 而且你隨便什麼都可以買 生活日常用品可以買 反正你都能買 反正他都能送 那我們現在先把所有的東西先放在桌上 好 我先把它拿出來 欸 我覺得你今天很誇張耶 你是被巧克力鹽漏 是不是很多 在我跟老爸鹽 我們把它分成了五大類 第一類就是 小朋友喜歡吃的巧克力 小朋友喜歡吃巧克力 對 小朋友喜歡吃的一定跟當然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要比的就是 小朋友喜歡吃的巧克力 那本土的代表是哪一個 本土的代表我們選擇是這一個 哇 這個也不… 超經典吧 這是我兒時的回憶啊 跟大家講這冰冰箱最好吃喔 進口的代表是哪一位呢 進口的代表我腦袋第一個浮現就是這檔 這個是Yoyo的最愛 她的最愛 沒錯 樂天巧克力派 這個是Yoyo指定要買 不過她現在在上課啦 等一下回來 她回來看到我們 她用私心瘋 對 她絕對會 她常常都偷開零食櫃 然後拿這個 最常拿就是這個 打開了 她的包裝是這樣 美美小泡芙 1934年 哇 超久的 她現在包裝好可愛 她有幫那個泡芙畫臉 已經不是紅色包裝了耶 小時候的味道 回憶的味道 童年的味道 相信我媽媽帶我去公園當酒店 太浮誇了嗎 太浮誇了嗎 太浮誇了 好 我先吃一個嗎 好 給你 好好吃喔 我天啊 相信我阿嬤帶我去餐市場賣魚 一美小泡芙還是有一種 童年的味道 它就是童年的味道 吃的是一種回憶 是一種記憶 好 第二樣 因為小泡芙它就是很經典 它就是不管你什麼時候吃 你還是都是覺得它很好吃 而且它就是很順口 你開一盒之後 一定吃一下就沒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今天都只有我嗎 因為我變胖了 因為它不能再吃了 都我吃就可以了 好 我要開了 樂天巧克力派 你看它大概大小就是這麼大 剛剛好耶 這個濃鮮河肚 就是如果你像這個 就是小朋友下課肚子餓了 想要吃個東西 墊墊肚子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它裡面有一層這是什麼啊 像麻糬 對 就是麻糬啊 它裡面有一層像麻糬的東西 我以為它會很甜 可是跟我想的不一樣 它其實上面的巧克力 跟下面的巧克力是不甜的 對 沒錯 它最主要的甜 都是在這個裡面的白色的地方 跟外面的皮 所以你一整個吃完 我本來以為會很甜 其實也不會 這還蠻好吃的 如果這兩個 你會吃哪一個 如果這兩個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 義美小泡芙 因為它吃起來有一種 卡滋卡滋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可以 就是那個比較滿足感 可是我覺得如果合適喔 它百分之百是選這一個 它超愛這一個的 下一個主題呢 就是 經典黑巧克力 是老爸的最愛 當你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你就會開始愛吃黑巧克力 當你愛吃黑巧克力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的年紀 黑巧克力啊 我們在搜尋的時候 然後發現一個很酷的就是這個 黑巧克力端 對其實我沒有在便利商店看過它 對它沒有 可是它真的很大塊耶 可是其實老實講 這種包裝就是加了不才有嘛 它的做法很多 比如說你想要做一些巧克力的飲料 或巧克力的蛋糕 它可以當作一種烘焙的原物料啦 對而且我看到這個我就想要做巧克力火鍋 第二樣就是這個 這是72%的黑巧克力 這應該很少人不認識 這個是高級巧克力 一想到黑巧克力 你腦袋當中浮現第一個品牌 應該就是它了 對 好 那我們來吃吃看吧 我們先來吃 七七黑巧克力 好可愛喔 它超大的耶 你看 對啊 它是這樣 很多的七七有看到嗎 欸你有沒有享受過 就是這樣一口咬下巧克力的感覺 沒有 欸吃吃看嘛 你就這樣拿不出什麼塊 我會不會牙齒斷裂 出福嗎 好好吃喔 我的天啊 真的好吃嗎 看起來很黑耶 天啊 這個 這個如果給老爸 他放在電腦的旁邊 我覺得他100%會吃完 當然啊 不然巧克力買的話 真的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嗎 我第一次吃紅牙的黑巧克力 可是很好吃耶 它其實不會很硬 我以為它很厚 我想說我反而以為我咬下去 我牙齒會斷裂 而且你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 你看小朋友要做什麼生日蛋糕 巧克力的什麼火鍋 這個真的很方便耶 非常方便 對啊 我覺得這真的很好吃耶 推薦 它叫狗滴肉 狗滴肉 狗滴肉 我打開囉 它這是72%的啦 金色包裝 立刻加100塊 上面這邊有寫狗滴肉 總共8塊 來吃一下吧 好我來剝 這一定就是剝的段話 隨便就剝了兩塊 一人一塊 一塊給我 它跟剛剛那個77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對 味道不同 就是你77吃完的時候 是從頭到尾都是差不多的味道 嗯 可是這吃下去的時候 一開始沒什麼味道 當你咀嚼 卡滋卡滋卡滋之後 那個苦味就慢慢在嘴巴散發出來 老實講啦 這兩個來講 我覺得這個鏡頭的這個 刀子巧克力 真的比較好吃 它比較好吃 它的香味比較重 可是77的黑巧克力啊 老實講啦 用途不同 用途不同啊 可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你就是 當它是吃的 你也可以吃 你要拿來做什麼料理也可以 所以如果說 這兩個的話 我覺得它有點不太能比 因為我覺得都很好吃 如果你出門旅遊 你會帶一些巧克力 一定就是要方便小包裝的 所以我們精選了兩種 第一個這個就是 這是意美的QQ巧克力球 我以前超愛吃這個 本土代表 那進口的代表是哪一個 進口代表我選擇這個 哇這個品牌也是好久在台灣之前 你看到這個三角形你就知道了 就是它是瑞士的三角巧克力 它就是有一個很經典的那個三角形 一座一座的山 這以前我家裡有賣 以前我們家開麵包店的時候 麵包店為什麼要賣這個 以前麵包店都要當雜物店了 都一定要賣啊 然後我爸都會在我的酥包放一條肉 哇太奢華了吧 我先來吃本土的代表 意美QQ巧克力球 意美QQ巧克力球 你看你是不是超適合放便攜帶 這個真的很方便 大家看一下 其實你只要放在口袋啊 給小朋友塞這台酥包 寄帶不小 真的非常方便 不知道跟我小時候的記憶是不是一樣 它一包裡面是這樣 好一包裡面也幾顆了 三 四 四顆 我要吃了 好好吃喔 吃到第三樣就覺得已經體重毀滅了 真的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它其實就是那個 意美的果汁QQ軟糖 外面裹了一層巧克力 我一直覺得它就是這樣 你知道有一個那個果汁QQ軟糖嗎 我知道 下一樣是這個 瑞士的三角巧克力 哇 它好軟喔 它是我目前吃到現在最軟最軟的巧克力 因為我拿起來的時候就覺得它是軟軟的 太甜了 所以我不行 它不是現在這麼甜 它在我小時候就這麼甜 它好甜喔 我知道它為什麼這麼甜 因為它裡面還有加那個 焦糖嗎 對焦糖味很重 然後還有加像蜂蜜黏黏的東西 好吧 這兩個你選一個 你會選哪一個 絕對是選意美QQ球 可是一吃的時候它就有回憶的味道 各位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三角巧克力跟QQ球 你們會選擇哪一個 第四樣 口圈 捲心 我知道 越冰越好吃 對不對 以前廣告都有 一口大表 如果你想要巧克力 你一定也會想到就是日本的名字 所以呢 我們下一樣選擇的是這個 我可以先吃名字的嗎 可以啊 你想要先吃這個嗎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吃得越多了 現在想吃小一點東西 這好可愛 它是竹筍造型 其實這個盒子做的很有質感 很可愛吧 對 裡面是一包綠色的那樣子 日本的那個包裝就是都走可愛入行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是一顆一顆像竹筍 而且它真的有做出那個筍子 一層一層的感覺 好好吃喔 這我喜歡 它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你們覺得 有一個蘑菇巧克力有點像對不對 也是名字的啊 也是名字的難怪 它這個巧克力不甜 本身餅乾也不甜 所以它吃起來的時候 最後會稍微有一點苦苦的 再來 我們切一點點心酥 烤最甜心酥 越冰最好吃 來開囉 它是不是縮水 會變少 它真的縮水嗎 我覺得它好像變少 這個洞是不是越來越大了 真的很好 它裡面好多餡喔 餅乾很脆 好快喔 然後裡面的那個巧克力是稍微加比較多那個奶油的 奶味比較重 巧克力稍微少了一點 嗯 如果兩個再選我可能也是會選名字 如果是女兒子那可能就會選金星酥 對 又有可能就會選這個 可是我覺得體驗拿會跟我們選一樣的 真的嗎 對 因為又有喜歡吃鮮奶油 最後一樣 講到巧克力一定會想到就是有加牛奶的 所以我們精選了兩樣牛奶巧克力 你一定也會想得到就是它 大鍋鹿 進口的我們選的是這個 也是很經典的品牌 瑞西連的牛奶巧克力 哇喔 它是這樣子 哇喔 它是長這樣子 牛奶味很重 感覺裡面是有餡的 然後直接吃一半 喔 哇它有點像金沙耶 裡面感覺是還有別種巧克力比較亮 裡面吃起來很像牛奶湯 喔很像牛奶湯 很甜 非常非常甜 如果你是很喜歡吃甜食的人 這個你一定會喜歡 因為它這整個裡面的餡 甜甜的餡會在你嘴巴炸裂 炸裂 感覺中間是牛奶湯 對就是牛奶湯很甜 這個很適合過年的時候啊 放在那種那個糖果盤裡面 這個顏色很奇奇 而且這個口味其實也很過年 好啦接下來是大鍋鹿啦 好最後一樣就是這個 我以前最喜歡拿媽媽的錢去買這個 為什麼 因為以前乾媽醬都會賣這個啊 然後又很... 然後你拿錢去買了這個喔 因為就不好意思拿媽媽錢拿太多了 喔因為你都拿爸爸的嘛 哈哈 就拿個十塊錢 我借以前這一條就是十塊的 他講價這樣12塊 那12塊 然後我就是 就是以前都會 在去鼓吸之前啊 都會帶一條這個去 我以前拿媽媽的錢 我都一定去買一個東西 就是炸雞排 炸雞排 炸雞排 炸雞排要35塊 我們那時候炸雞排30塊好不好 好久沒吃到 我看真的很好吃 對 哇 今天是充滿兒子的胖胃眼睛 其實如果以牛奶巧克力來講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真的嗎? 可是要是我會買瑞士餅的那個 可是它那個就是它那個焦糖味比較重 過年要到啦 就感覺家裡 對啦這個擺在過年的那個小班子裡面 當然是這個真的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很吸引人 可是這個的話 我是真的覺得它的牛奶味比較重 吃起來也沒有像剛剛那個那麼甜 這個我比較喜歡 好我們今天巧克力其實已經全部都吃完了 我們精選了五種類別 分別試吃了本土的跟進口的給大家看 大家都可以做參考 如果你有心裡覺得更適合這個品項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很多想法 因為其實我們在精選這些的時候 自己也很困難 超猶豫 可是我們真的是精選再精選 濃縮再濃縮了 而且過年啊 就是一定要買一些巧克力啊對不對 對 過年就是要吃巧克力啊 加熱福啊 還有一些年級的禮盒啊 可以一起買 我們這次也買了兩個很特別的禮盒喔 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買什麼 這個是歡樂時光 為什麼你買這個 這個呢 這很可愛欸 這個呢 其實呢我會買海苔是因為其實 小朋友 或者是 或者是大人 對於海苔基本上都是不排斥的 所以我覺得買這個送當禮盒很 就是它是一個安全牌 而且它裡面有一個三角飯糰的海苔的DIY 你可以自己做三角飯糰 重點是你看它後面還有這裡 那小朋友一定會很喜歡 它還有一個地圖 它是可以玩遊戲的 這個很適合送家裡有小朋友的家庭 對而且它這裡面真的是有附骰子跟騎子 你可以在這邊玩騎子的 第二個禮盒是我看到我第一眼我就決定我一定要買它了 這個是什麼禮盒 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那個進口蘋果薄煎餅 我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有吃過你記得嗎 嗯這個非常有名喔 欸它是不是有得獎 對啊它有得獎 非常非常好吃 它就是蘋果然後一片一片 然後切下來做成薄的餅乾 好好吃喔 你可以吃到那個蘋果的酸味跟甜味 大推雞推 而且這次我們還買了一些收納的東西耶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巧克力一定吃不完 收納盒 玻璃收納盒 它這個是之後小朋友其實也可以當便當盒 我還買了這個 你看它是分隔了 是不是很方便 這個便當盒你是可以直接微波啊 或者是進那個放冰箱冷凍也都可以 欸其實加樂福的線上購物啊 真的很方便啊 它有一種就是加樂福就是在你家門口外面的感覺 好那我們今天已經開完我們全部的巧克力商品啦 那底下呢都有放連結 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就點進去 點進去點進去就可以囉 然後最重要的是要追蹤我的Instagram 等一下等一下 我的FB可以追蹤一下嗎 FB記得要按讚 好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喔掰掰 我們明天見 好 Suy 我們明天見